我们介绍过 两个财政典范的国家 新加坡跟挪威 他们的真实的财政的表现 也试图去剖析 为什么他们可以 他们可以变成 众人皆罪我独行 他做到肩不入翁 我用这个字肩不入翁 因为我们都知道 请君入翁 就是说反正迟早 等到你 请君入翁 你自己会进来的 这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的 黄老师也提到 民主政治 其实他就有一个财政陷阱 在等着你 但是这两个国家 他就是全世界 少有的 少有的 凤毛麟角的执政者 他我们拿他来跟我们做比较 让我们去感受到 就是说 其实有不同的样貌 我们有看到有些国家 他们一直符合 其实中华文化 里面很珍惜的 就是吃饮饱泰 量入为初的精神 而且平衡国家预算 平衡国家预算 是确确实实做得到 那偿富于民 还富于民 富就是后面的富 就是富顺富 还富于民也是 他们这几个国家 正在进行事 他们一直都在做 那我现在麻烦小编 走那个powerpoint 第一章 我们再邀请观众 来看看这三个国家 最update的 国家预算趋势图 对 这一张 我们把它并排起来看 那你们光看这个图 你们就看得到 对不对 它是一个什么意义呢 麻烦小编到第二章 这个图代表是什么意义 第二章 它的就是什么 就是一般 目前全世界普遍用的 一个平衡的 平衡的标准 它用每个国家的预算 予予处 government budget surprise 就是予处 就是deficit 它去除 该国的国内生产 它是一个关键的财政指标之一 它来去比对 反正同样大家都这样量 比对国家财政效率的优与劣 如果你是 budget separate 当然就是财政效率比较优 deficit就比较差 然后差距大与小 就知道谁优谁劣 那我们现在再回到 刚刚第一个图 再回去看一下 那这样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我们把它并排判了 过去三十几年以来 新加坡跟挪威 他们一直都是财政盈予 那中华民国一直都是财政赤字 只有很少数的年份 我们有财政盈予的现象 那我想这个就很清楚了 就优劣利分了 可是除了这个图的比较以外 如果我们再用个几秒钟 看看这个图 其实就像刚刚各位 以太人所提到的 它还凸显了一些讯息出来 第一个讯息 对我们中华民国来讲 其实就是表示过去三十五年以来 我们根本没有清晰的国家财政策略 因为什么我们换了四个总统 这个总统看前任总统 意思都是赤字 然后他也是继续赤字 下一个也看还是赤字 那难道每一个总统 四位总统都认为国家赤字 是应该的吗 是正常的吗 如果他觉得不应该 他怎么没有改呢 刚刚大家也都提到了 也不是只有中华民国这样子 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是这个样子 反正就是没有真正的 清晰的国家策略 不然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它根本就是一个跌跌撞撞 很满憨的财政市政的表现 那第二个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 大家要去担心的就是说 像我们中华民国四位民选总统 累积的国债已经接近国债上限 据说是七兆 那大家看到2008年 2009年还有2020年 这三个国家的图像的表现 看到一个讯息没有 尤其是新加坡 他在2020年跟2021年的时候 你们看他从一个财政盈余的状况 他给他调到财政赤字 是他GDP的百分之十几 也就是说这个政府 过去他是财政盈余 所以他在真正真正全世界碰到一个 从未看过的危机 就是这个COVID-19的时候 他可以用百分之十几的GDP的力量 去挽救那一两个年度 这个企业跟人民的伤害 可是我们的国家的图呢 你们去看那个图 我们一直都在赤字 一直出来是3%、4%的负的 到了2020年2020年 我们的负的数字 也就跟前几年度差不多而已 所以意思就是什么 你根本就是政府一点力量都没有 因为你已经是虚弱不堪了 根本就是一直在虚弱 所以等到出事情的时候 还不是两手一摊就算了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看这个图刚才那两个讯息 第一我们一直都是满满憨憨 没有清楚的财政策略 否则怎么会长这个样子 第二真的出事了 我们的政府真的能够做出什么事情 有足够的力道吗 比起新加坡 他可以用百分之十几的GDP的力量 去救他的经济 照顾他的人民 我们呢 什么等于几乎没有做啦 但是那个力量跟这些国家比 怎么比 更何况这些国家 他在这个事件过后 这个紧急事件过后 他又回到财政隐移的状态 所以他又可以累积他的能量 累积他的momentum当需要的时候 他又可以来帮助他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未来是怎么样 我们也不知道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就再回来讲 我们现在希望给我们新的那个 或者新的选出来的 潜众知识一些建言 可是第一个就要问的是 他们是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怎么样 他们知不知道这个危机非常严重 那有没有跟我们讲 就是现在我们情况就是什么 就是很简单 就是像我跟你 我们是有选票的人 就拿选票来取悦我们 但是像那个没有选票的 就是你跟我的 没有长大的孩子 没有生的孙子拿钞票 这个戏码 有没有告诉什么 是不该再演下去 那为了后代的子孙的福祉 有三个问题 真的应该问问 或者是建议我们现在的领导团队 第一个问题 中华民国到底应不应该制定 平衡预算的财政国策 就是真的要平衡 那应该的话 什么时候开始定 是现在吗 还是再等个十年二十年 第二个 如果今天我们这位当选人 他了解这个财政陷阱的恐怖 他现在有权利 行政权或者是监督权 那你如何去效果新加坡 我这题相信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 他是把平衡预算 这个政策入线 入线的意思就是 他彻底杜绝 因为执行者他会轮替 而偏离这个原则的 这种风险 他是入线的 那我们要不要做 因为我们也是民主 也是选来选去 换来换去 那新加坡在三四十年前 他就把他入线 没有人可以赶 第三 我们目前累积的国债 中央地方长期短期 是不是应该有真正的还款计划 而不是借薪还救 置其渔民 而且这个要还款计划 你要在长富渔民的精神之下去完成 不是靠恒生抱念 你怎么去完成它呢 那有这种思考 有这种做法 才会有改变 其实我说这三个问题 要请问现在新的领导团队 他本身就是答案 如果我们有以民为本的良心 我们有清楚的策略 有执行的决心 我们就不必待在这个甕里面 这个已经我们在这个财政陷阱 这个请军入甕的甕里面 我的永远都待在这个甕里面 刚刚主持人也问一个 就好像说财政纪律延民的这些国家 他是如何处理他的盈余还民 我们今年年初在讲的是超增还民 那我这里有个例子 希望大家有点时间看一下 那麻烦小编你播那个video 它就是新加坡2018年 一个采访报告 这个采访报告就是 他们当年度的红利促成长计划 麻烦一下 我用一个2018年的时候 新加坡两位 国立新加坡大学的教授 他们接受海峡时报的采访 有一份报道 来跟大家说明 这一份就是Straith Times 新加坡的最重要的一个媒体之一 就是海峡时报 它在2018年2月25号的标题 它是叫做 SG Bonus将会达成 四季经济的成效 那我现在逐段的读给大家听 有一些蛮重要的资讯在里面 他们讲 财政部长在他的政府年度预算 报告时宣布 每一位21岁以上 是新加坡人民将得到一个政府发的红包 SG Bonus 依个人的情况 金额可达新加坡币300元 这个决策代表政府秉持 将国家发展成果回馈人民的决心 这是自从2011年后 大家注意到 这个报道是2018年 但是他马上提到一个2011年的一个 自从2011年后 这是第一次政府以现金归还人民 2011年是大选年 当年每位新加坡成人获得一次性的红包 依收入跟所持房产价值之差异 金额在新加坡币600到800间 这个专案的名称叫做 红利促成长计划 当年的红利水准 等同个人月收入 中位数的18%是相当高 花放总额为新加坡币15亿 是此次总额新加坡币7亿的一倍多 接着他讲 这两位教授讲 合理的推测 红利促成长计划 一定产生了成效 使得政府再度使用现金红包计划 许多其他的国家 在他们的经济繁荣期的时候 政府收支风雨的年度 他们采用不同的方式回馈人民 美国就用过退税计划 所以为什么要选现金红包呢 大家注意 他这个跟退税不一样 因为他们认为 红利促成长计划2011年 以及现在讲的这个SG bonus 都是一个出乎意外的 就是人民没有预计到的 在2011年的时候 宣布前媒体完全没有报道 宣布后 街头巷尾全部都在讨论它 那这个红包的意义 它清楚代表 是新加坡人民 努力使得经济成长 所获得的奖励 使我们相信 它能转换成 促进进一步 经济活动的工具 红利促成长计划 他们宣布的时候 这两位教授就说 我们几位 国立新加坡大学商学院教授 想到 这是一个研究的契机 人民对一个 为预期收入的自然反应 如何忠实地 呈现在消费行为上 所以这些教授他们就认为说 这个他们要列入一个重要的研究计划 所以他们呢 研究了将近20万位居民的信用卡 及扣账卡 消费记录 由计划宣布前6个月起 到发放后6个月 那大家注意到这里 它并不是一个网友券 它其实是默默地 不作声地跟银行界合作 直接去 当然是完全的一定是 这个个人隐私 一定是完全守到的 原则之下 他们去观察 这将近20万居民的信用卡 跟扣账卡的消费记录 在宣布前 就是他们不知道的时候 他们的消费行为 跟发放后6个月是有什么差异 那因为这个受益人 就像这一次的SG Bonus 他是现新加坡的居民 所以这些教授呢 他把他的样本区 区别 成为居民与外国人 按照年龄啊 性别啊 资产水准啊 职业组成啊 对照的资料库来分析 好 这些重点就来了 教授他们说 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 新加坡居民 每收到新币一元的红包 他会在未来的10个月中 每个月平均多花8分 加总以后 等于八角 好 那没有获得意外红包的外国人组 因为外国人没有资格得到 在相同的追踪期中 就没有显示明显的消费增加 另外 他们也发现 如预料中的 这是Common Sense 期间再拉长以后 消费增加的迹象 逐渐不出现 那我们整体研究 他们整体研究 显示这一次 没有预期的现金红包 应该鼓励了人民消费 帮助的竞技 人民是如此迅速的反应 但是光是知道有红包 还没有拿到的时候 就是有宣布了 但是还没有发放之前 人民就开始增加消费 每个月多了7点10分 收到以后 每个月多花了8点1分 这是他们的资料研究显示 那自然的 没有拿到钱的时候 大多用信用卡 因为还没有入账 拿到以后 他用扣账卡都会增加 那也就是说 他们过去有发现显示 人民拿到红包会增加消费 即使是一个意外 没有预期的 即使是一次性的 那事实就是显示 新加坡人 他们确实 他们是这样的反应 那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报告 但是这里下就是两位教授的名字 以及他们国立新加坡大学商学院的这些资讯 好 那这个报导 其实它短短一个报导 但是有几个 我自己观察到几个点 给大家参考一下 各位观众参考 第一个它就是叙述了两个年度的 超额的 超额的英语年度的 红包专案 一个是2011 一个是2018 然后这个采访 它在那个时候做 以及刊登出来 就是感觉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 它有评有据 让人民了解 国家政策的延续性跟稳定性 当然第二个就是 它不是退税 它是直接对特定定义之下的 广泛的公民发现金 它一定有它的思考 不然它不会这样做 然后呢 第三个重点 它不一定是因为景气衰退才去救 政府宣达的讯息很清楚 人民很辛苦贡献 产生了经济成果 才有政府收入风云的结果 回到人民手上是理所当然 那第四个 新加坡大学它这个研究 明显的对政策参考 很有意义的贡献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 它完全不是用问卷 不是用一种方式去研究的 然后这个东西使得政府 更有信心做它实政的参考 那这一篇短短的文章 其实我自己的看法是说 这就代表新加坡 它这个很精实的市政 完全被证明 第一个它告诉大家 我们一直都是平衡预算 这就是我们的财政基地 这是平良心做的 第二它确实执行的成效 它很透明 在国家陆陆续续实现 预算盈云的年度之后 它马上偿富移民 它当年盈予超过 它就偿富移民 为什么它可以这样做 因为它根本不用留在政府 它留在政府干什么呢 政府以后 它还是以平衡预算为本 政府没有道理会缺钱 所以它就不用留着 所以它是言而有信 根据真实的研究 它是这么参考 对我而言 我觉得这是什么 就是很脉络清晰 一气呵成 而且足堪公平 每一个事件都可以 足堪人民公平的一个格局 而且很重要的是 它持续的去铺陈一个社会 大家的了解 去支持它 选择的这个平衡预算的国策 它教育一代一代的年轻人 这个国家 它选择的财政理念 将来反过来 这就是全民监督政府的 无形的力量 当你不这样做的时候 人民会觉得 你为什么改了 现在回到主持人 一开始讲到的 炒得我们自己国家 炒得飞飞洋荣的 超跟还民六千块 大家看一看 跟刚刚这个盈利还民的实力 应该看得出很多的差别 我们的形成团队 有脉络清晰 一气呵成 足堪公平吗 还是只是头痛一头 大家问到右边 他就躲到左边的阴影里面去 问到左边 他就躲到右边的阴影里面去 人民最好越笨越好 这就好像一个 没有德无能的政府 配上 居所无度的人民的一场闹剧 我们现在应该怀然大悟 超声不代表英语 借债发钱 也没有什么德政可说 人民也没有什么好高兴的 这边分享到这里 谢谢 谢谢